接下来的手艺叫神马 温路问到前面这位大哥 他给全程带路 这就是做神马的手艺人魏晋军 这就是你印的 对 这个挺手艺人的 手艺人 下面彩色也是手艺人的 也就是手艺人 这个挺好 其实就有点像年画 对对 这有年画吧 那为什么叫神马呢 为什么叫神马 往这提身 神 石温 石温 鸡身 地脏 这三方田 七特仙 猪 猪身 都是叫神 你说叫神 神门都是神门 仓冠 丁身 他就叫神 这老百姓又 七特仙 活身 活身 对 目桌车也成了 还有汽车神 目桌车 东边路 目桌车神 所以就慢慢的叫神马了 对对对 老百姓 看一下神门 这边是帆 这里不是帆 这就是帆 在魏大叔这里 理论上 只要市场需要 一切神闲 都有存在的理由 这板是您自己刻的吗 还是 都自己刻的 您自己刻的 对 然后鸡身 啥身都有 鸡身就是贴在楼梯上的 对对 这是土身 哦 明白明白 嗯 本地销得最好的还是机器饮的 对对对 这什么人要什么做的呢 比如我来看这个 很多传统手艺被淘汰 多半是因为工业制造 抢了市场 而魏大叔先发制人 自己买了机器 抢在了别人之前 巩固了自己的市场 只不过 昨天机器坏了 这是印了一半的半成品 这是被机器印坏的 或许正是魏大叔 这种破坏性的保护 神马这个东西 在当地不仅没有退出市场 反而更加畅销了 一年能卖掉几十万张 因为机器印刷之后 神马真的很便宜 这是手工印刷的 一张十块钱 这是机器印的 一张两毛钱 价格相差了五十倍 我穿过一段走廊 忽然发现 怎么没有听到脚步声 我立刻正宽 正宗其烂 例如星 第五 感觉 我三年 都是微量的 很多钱 飘落 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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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弱了 我不想回来 然后我一年 我五年 我五年 可能我一年 你一年 石马在卫大叔那里 以廉价的方式继续活了下来 而这位年轻人则用昂贵的方式 复活了一种2000多年前的手艺 错经营 这尊雕塑就是他做的错经营 他叫沈永吉 是个艺术家 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系 这相当于是一个草稿 就是先做泥素 泥素装完之后 然后再给它翻成石膏 石膏翻完之后 就开始进行一个毛笔的手绘 手绘完了之后 再用这个小刀给它剔出来 剔完之后就是一个 搓经营的一个副形 这一圈 上面一圈已经基本上好了 但下面这边 看不出来啊 是吗 镜头上看不出来啊 镜头上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我这个肉眼是可以看出来的 看到吗 摸着还能看 对吧 不明显 但有一点点 对对对 他今天要做的是修补 雕塑额头上的这片黄金 没达到它的要求 需要重新来一遍 这块真的黄金啊 这砸的时候发现里面是空心的 空心的以后呢 就你再磨也磨不出好的 就跟边上一样那么的平整 所以你得必须把这一块再给它撬掉 撬掉之后再重新砸 错金银就是用纯物理的方式 把黄金和白银砸到青筒里面去 现在你看到的浅黄色底色是铜 底色上的白色是银 雕塑身上所有的白色花纹 都是用纯银砸进去的 而黄色花纹是黄金 错的时候 其实关键就是把这个草给它做舒服 纯金的 纯金的四个酒或者五个酒 现在这个是有人预定了吗 还是没有 没有人预定 那你成本也花了不少了 对啊几十万 几十万 那你还是有钱 烧钱啊 那这个成本怎么办啊 谁给你投啊 自己啊 自己投啊 那你收入从哪来啊 收入啊 卖雕塑作品 或者接点那种小型项目 这是一个特别精细的活 先把这个能刚好放进去 先把这个能刚好放进去 生用机这一砸就是一个小时 然后把表面多余的黄金剔掉 很沉吗 很沉 因为这样才能扛杂呀 要不然一般的情况下是一杂就换了 你的黄金都不见了 然后一弹走 这个不好变成一个弹簧了 你有没有找过古书 古书上有记载怎么做啊 还是纯粹自己琢磨 纯粹自己琢磨 那有没有考虑过有可能自己琢磨是错的 也有 但是我看博物馆一些就是现成品啊 就是博物馆里面的有些不是错错经营坏了吗 坏的时候它那个有残件 残件上面它就会露出来 它就露出来很明显 银丝跟铜镶嵌进去 那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 接下来是打磨 又一个非常费时间的环节 而且费钱 那你这个磨掉这个应该也不少钱了 对 磨上去还是有点厚度 对 但是你不可能 又是一二十分钟 这一大磨 生用剂又花掉了两个多小时 还差一点点 还差一点点 然后又是一个多小时 现在彻底好了吗 嗯 彻底好了 确底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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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现在什么心情 现在 经过七个小时的修补 雕塑额头上这块价值一万多的黄金 已经和边上的银和铜严丝和缝 没有任何接口的痕迹 但是 因为这块修补 神用剂接下来 要花费更大的工作量 因为氧化程度不一样 这次修补后 铜的颜色和几个月之前的颜色 有明显差异 所以 它必须把整个铜像全身重新打磨一遍 达到颜色的一致 这个过程 后来又花掉了神用剂整整十天的时间 下面这本手艺 在当地已经停摆四十年 这是一家做墨的作坊 这是这个墨厂最后一位手艺人做的墨 和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墨比 它显得很粗糙 吃一个香味 百货公司 还取个名字叫文化 这是 摸起来感觉怎么样 花墨好快啊 这个墨花得比较快 是好还是不好 花墨快好啊 陈文明老师 湖南师范大学教书法的教授 已经坚持研磨写字三十多年 这个墨效果非常好 墨有两种 一个是乌光 一个是紫光 就是墨磨出来以后 泛乌光和泛紫光 就是属于高级墨 它这个墨 泛乌光 你看这里面的细节 像这种 这种变化 这个墨的变化 层次 但是如果有高清的来拍局部 就能够看到到比较微妙的地方 感觉到了吧 嗯 尤其是从这一块的面的深色的面 到这个晕开 到这个枯笔 这个质感 它是丰富层面的 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层面 脑墨就是不一样 你看个东西 这个是鸡墨法 第二次鸡的蛋墨上面 前面有这个蛋墨 再加上这一笔 又是又加一次鸡墨 它这个边缘线能留住形 这个边缘线盛开以后 能留住这个痕迹的形状 这个墨就说明它的焦性 这种层次就比较好 就是有时候在一个纸面上 又出现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那个形是定不了的 你看 墨很实 这个已经切割空间很清楚了 是吧 这个形状 但是这个墨在纸上 把纸的纹理又提现得很清楚 看到吧 看到了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墨不板出来 一般的情况下 你这么一笔下去 墨如果很实的话很浓的话 这就叫什么呢 有句话叫死黑 浓墨要通透 淡墨要浑厚 显得很浑厚 这种就是属于淡墨 淡墨浑厚 这个什么呢 这个就是浓墨通透 是好在原料还是好在什么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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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墨啊 为什么它做工上 相对来说粗糙一点呢 这个像做面粉一样的 做包子一样的 揉面的过程 揉得不够 里面还有气泡 里面还有气泡 这有没有可能和这个做墨的 岁数太大了搞不动那个关系 也有关系 那当然了 干这个活要有体力的 这就是做墨 真的是个体力活 老人家叫张鸿昌 他就是那个墨厂 最后一位做墨的手艺人 三年前 老人家为了配合拍摄 演示了做墨的全部流程 陈老师试用的墨 就是那一次做的 这是一锅已经煮了两天的牛皮 现在加进去的是松烟 就是松树烧出来的烟灰 当地也叫锅板 搅拌均匀 搓成大泥球 然后就是最繁琐的垂球 こちら是最繁琐的垂球 然后就是最繁琐的垂球 都安裂了一个很小的路 然后继续垂直 定好每块磨的重量 抹上食用菜籽油 还是继续垂的 拍出里面的小气泡 最后是修剪边角 再自然风干一个月 老人家说 这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做墨了 在后期剪辑的时候 你发现老人家在演示做墨的过程中 居然换了四件衣服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 第三件 第四件 老人家每次说回屋喝口茶 或者上个厕所 其实也换了套衣服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好有心 好多人也没记得 你现在还能做墨吗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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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好嘞 现在老人家还能做吗 还有原材料做吗 那个 主要是做那个锅巴 锅巴的那个窑子 可能是没有人会做的 以前就不一样了 做那个窑 那老人家会做吗 也不会的 他会做吗 不会 那有建筑师才会 建筑师傅 这个师傅还才会 老人家也不会做那个料 不会不会 只是指导 只是指导 嗯 那他的指导 找一个人做完的 蛮可能的 不可能 村里还有 村里有 村里也是以前 也是以前 留下来的 公家的 公家的 以前是 就是 上次我拍完 没多久 后来病了一场 病了一场 差不多出了一个月了 差不多出了一个月了 他自己还是很想做 他做啊 能做啊 他说自己可以啊 他说自己可以啊 我都为了他能做 能做 他都可以做 就这样 那就是我来负责 找人药末 嗯 他来做 嗯 好 这个任务交到我身上 老人家所在的村庄 曾经是一个 有做末传统的村子 但自从这门手艺 在四十年前 因为没有销路而停止 这门手艺 就再也没有重新恢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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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老人家继续往西进入广西 广西的网友朱家露说 她的妈妈谭香光 是个做壮景的国家公益美术大师 希望寻找手艺给记录一下 国家级公益美术大师 就相当于手艺人里的渊世 而且她的妈妈 是全国唯一的壮景国家级公益美术大师 就是这位 不过来晚了 就在五天前 国家领导人到广西考察 她被国家领导人接见了 还聊了十多分钟 所以国家给她记录了 而且未来的一周 她还要在民族博物馆里 当壮景的形象大师 你也只能和大家一样 隔着人群在外围拍一拍 主席很关心我们这个广西的壮景 羡慕吗 羡慕 我今天就来看大师了 没办法要长到我们这边的选题 我只能先帮他们保留着 到时候明年 明年这个疫情放松的时候 你过来 我又提前联系他们 你只能在你们那边 先看一下有什么合适的题材 先拍那些题材 2021年 再次因为疫情的影响 从广西往西进入云南的拍摄 被迫中断 云南省的三十多个选题 不得不全部放弃 最终寻找首预四 只完成了三分之二 不过云南选地点省下来的费用 可以用在另一个地方 您好 我又回来了 你回来了 这个 那到哪个街上了 三头 没有没有没有 去一趟广西 本来还要去云南的 这不疫情吗 去不了了 快 盛门 你问问老爷子 看他确定想做吗 如果确定想做的话 嗯 我买了 好 盛门 你 真做啊 你几买吧 嗯 真做啊 你几买吧 哈哈 哈哈 我穿过 一段走廊 忽然发现 怎么没有听到脚步声 我立刻 正宗其乱 确保每一步 都发出声响 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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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演做自己的你 是 听他 听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